娱乐圈儿就像江湖,纷争不断 今天爱得死去回来,明天恨得反目成仇 资源只有那么多,避免不了正面对抗 毕竟资源代表了艺人的商业价值 有的人资源被抢,选择忍气吞声,下回抢回来 有的人资源被抢,那可是直接台面上互相不放过 08年,金沙微博突然发难 一篇《当女歌手变成泼妇》的博文 引发了与前辈歌手思琴格日乐的媒体口水战 文中称自己遭到了思琴格日乐的当众辱骂 不文中,他还语代讥讽地表示 思琴格日乐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 在媒体的求证下,原来两人在录制武林大会节目后 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天气也很冷 但金沙歌迷还一直在场地出口等待 为了感恩粉丝,金沙坚持要和歌迷合完影再回酒店 也正是这一操作引发同车艺人思琴格日乐的不满 当即对金沙的歌迷开骂,致使金沙气愤离去 随后金沙不发不闻出音招是一种艺术 继续指责思琴格日乐早前通过经纪人对媒体做出的回应不诚实 表示事发当日他并没有像思琴格日乐对媒体描述的那样迟到半小时 更未让全车人都在等他 思琴格日乐并未做出过多解释 面对媒体直言有权以法律手段维护名誉和权益 6月份法院宣布思琴格日乐胜诉要求金沙删除相关博客 同时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万元 这就是当时著名的托付门事件 虽然最终金沙败诉 可他对粉丝的态度赢得了一片赞扬 那件事背后真的如此简单吗 作为郭德纲的表弟 我郭憨憨显然是不能相信 在深入了解后果然不出所料 背后暗藏玄机 首先思琴格日乐当媒体骂人是真性情还是想炒作 回顾此人 你会发现和他发生矛盾的明星还真多 其中最出名的当属和歌手孙岳在01年 因为演出的先后次序在记者面前打起了口水战 据郎姐 孙岳提出想和他进行出场替换 因为事后有其他安排 而思琴格日乐却选择拒绝 在媒体面前称 作为歌手应当把歌唱好 做人也要做到位 不能膨胀 不能飘飘然 甚至面对采访爆料因为拒绝 事后还接到孙岳电话辱骂 此话一出就引发网友热议 这里需要注意 孙岳当时在娱乐圈已经混得风生水起 口碑在当时也是得到一致认可 而思琴格日乐当时只是刚出道的小年轻 所以很多人认为 思琴格日乐显然是在碰瓷孙岳 就是想增加热度炒作自己 和前辈开战之后的他并没有闲下来 不久后江苏电视台女人百分百再次爆料 歌手思琴格日乐出尔反尔 乱开天价出场费 他再次被推上舆论制高点 耍大牌炒作等标签 一时间挂满全身 在回溯此次的泼妇门中 看到金沙粉丝要求与合影 而自己虽然曾经也有过小小辉煌 但今天门前冷落 内心的失落感可想而知 那么当着媒体面开骂 极有可能是炒作的行为 在媒体的宣传下 这波炒作着实会让他名气上升 而对于金沙而言 微博公然开思 仅仅是为了给粉丝讨回公道吗 其实不然 背后极有可能是公司在运作 回看金沙从出道也是绯闻不断 首先就是整容事件 作为海蝶音乐签约的第一位内地歌手 也是林俊杰的小师妹 当时他和林俊杰狼才女貌 不少人还希望他们走到一起 可惜乐坛当时竞争比较大 金沙没什么大起策 还因为脸庞大被公司逼着去打针 结果拔脸打僵硬 因此错过了当女主角的机会 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为了炒作和制造话题 新上任的宣传总监 让金沙与导演烟颇合作 以此来捏造绯闻 导致金沙被人怒骂人肉 而作为新人的金沙没啥话语权 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 而在金沙的博客中 更是频繁出现其他明星的身影 06年被媒体爆出 与韩国当红男星Ring秘密交往 本来这个事情 只有极少数的几家媒体报道 而且位置都不是特别醒目 谁料金沙博客中 刻意发文来澄清与Ring之间的关系 这一次爆后 反而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所以为粉丝讨回公道 可能占有一小部分原因 更多的可能是经纪公司 对金沙的另一种炒作 卖好人设 讨粉丝放心 只是没能想到 因为博本的一些民族歧视话语 反而让金沙在圈内的名气 一落千丈 还搭上官司 这波操作 憨憨必须给点个赞 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一步好奇 硬生生让经纪公司吓得烂极 如今的金沙 在认识到问题后 尝试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 前段时间还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 惊艳众多网友 她表示来参加节目 是希望被再次认可 被大家再度喜欢 说到这里 咱们再回看整件事 其实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在娱乐圈中 却不由滋生成惊天大事 就像聂远在节目中说的一样 娱乐圈太复杂了 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 或许当年没有这场骂战 如今的两位 早已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咖了吧 好了 本期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我是郭德纲的表弟 郭寒寒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